好,繼續下去了 Angle Between Two Places 反而最怕是哪些題目呢? 就像這題目一樣 2012年DSE考了 2013年也有考一類似的東西 2014年我不知道考不考 B條是什麼呢? Angle Between The Plane A B C 和 B C D 不關地下事 關不關? 關不關,都關地下事 A B C 和 B C D 這個是Regular Tetra Hadron 當然要我一開始就對了 哪條是Intersecting Line 不如先畫哪條是Intersecting Line A B C 和 B C D 等到游黑一點就算了 都關過地下事 都好彩 好 Intersecting Line 是你的 好 沒問題的話 先把兩條Normal出來 第一條Normal應該就是這個位 對你心想 是否刺到中間的點呢? 想一想 對你都可以立即判斷 三角形A B C 究竟是否等腰三角形呢? 今次不要說等腰 今次簡直是 等邊 正式面看 條條邊這場都是 所以刺下去 這個想都不用想了 甚至乎呢 你見不見這條題目是沒有長度的 是嗎? 不妨 不妨 長度 但是Lat1 我給你會怎樣Lat 呢? 3 你會Lat哪條線的長度1 如果你LatAC長度1的話 這兩條線是0.5的 對呀 煩一點 聰明的同學比Lat2 2 2 那就是Lat1 一是4的2次方 減1的2次方 不是定理 但是你起碼會容易一點 如果你1和0.5 嘩 慢慢計 好 地下 都要有條線幫你手的 地下BCD 都要動條Normal的 當然地下Normal 我覺得地下Normal的長度是多少呢? 地下BCD 不是一樣嗎? 等會兩條Normal一樣 對呀 兩條Normal一樣 因為大家叫Regular Tetrahedral 正 四 面 體 所以 各個面是一樣的 各個面一樣 還有等邊三角形 三條邊一樣長的 跟上面的三角形 一模一樣的 ABC 那所以呢 也是 按下去吧 我們這裡一樣 也是開方三來的 那當然一點我不妨可以叫做M 因為真的是Meet Point 叫做M 不要騙自己 好了 對呀 開方三 開方三 那還沒完的 不要太興奮了 原因我們要計的是 兩條Normal之間的角 Angle Between Two Pines 我再一次 當你畫到兩條Normal的時候 調替模就會立即簡單了 兩條Normal之間的角 那當然很多時候 最後你怎樣介意 很簡單 兩條Normal 找多一條邊 先組成三角形 那所以這次欠的是什麼呢 欠的是AD AD長度多少呢 我怕車你應該知道的了 對呀 因為你厲害了 條邊是2嘛 那條條車領 長度一樣 應該都是2來的 那所以 跟著下去 正常來說 你已經可以差不多接近賣尾 原因你要找的角度 就是這個三角形 在裡面 我沒有怎樣跟著顏色 sorry Normal應該用紫色 不過就算了 好 你現在你要計的 就是2 開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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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M 你要計這隻角 FETA 那就一樣了 立刻知道自己要用什麼 每次計這些 我告訴你 沒有直角三角形 一點都不記得 那當然是cosi formula 那cosi formula 就開工了 哦 答案我忘記了 4853 1761 和上一條一樣 吸流 是 是 好 所以 自己計得不可以 這條 答案是多少 我想問 71 good 順利 好了 cosi formula 自己計下去了 再說一句 做Angle between two points 你一定要明白 兩條Normal 究竟躲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畫得對 那兩條Normal 他們一定會練到 一個三角形給你的 不過Normal的位置 是可以很奇怪 甚至乎不知去了哪 因為呢 去到下一份筆的摺紙 我告訴你 你會看到那些題目 不過我們今天拍照也講不到的了 那就留下課課說吧 我們今天講多一點點東西 這條題目還未完成 好了 我們做完這條 什麼呢 今次這條題目就麻煩了 就是很奇怪的題目了 The figure shows a right pointer Square base ABCD Left reader be the angle machine VAB and VCD VAB和VCD 第一條Normal 究竟去了哪 小心點 VAB和VCD 那接觸線在哪 Intersecting line在哪 沒有啊 是沒有Intersecting line的 它們只是碰到一個 Intersecting point 是的 跟我們有些題目有些不一樣 就是跟我們剛才教的題目有些不一樣 Intersecting point 就行了 沒有所謂的 那你找兩條Normal 動到Intersecting point 那裡 但是要起直覺 那第一條Normal 下車都在這裏 VAB 是不是我之前有VAB VAB的Normal應該在哪個位呢 這裏 VAB VAB VCD的Normal就容易畫些 不過 你可能就問 阿Sir 我怎麼知道Normal在哪 如何起直覺法 那也是那句 by common sense Normal多數都是這樣畫的 在中間 但是最大問題 阿Sir 怎麼和 那條線 怎麼知道起不起直覺 你怎麼知道 叫Intersecting point 我們常常做那次要起直覺的 但是那次的直覺圖哪有起 我看不到的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怎麼起直覺 起直覺我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這個 真的 又是 這些古靈精怪的題目 我告訴你 總會突然出現一兩次 但還是那句 你先搞定兩條Normal的長度 不如好嗎 因為我猜都猜 好了 我們要計的角度 都是這樣 都是在兩條Normal之間的角度 對吧 當然你還要畫多一條線 來幫幫自己手 地下的線幫幫手 這條Normal我用了紫色 好了 所以這次的Angle between two points 怕尺都是躲在這裡 這個就是FETA 但你要找的是Side FETA over 2 不要緊 我自己畫三明一次出來 這個叫M 這個叫N 當然了 你就是了 苦心自問 立刻給自己 VAB是否等腰三角形 題目好像沒有說到 VAB 等邊 等邊嗎 等邊嗎 不是嗎 對 這裡有2cm 下面有2cm 這裡有2cm 下有個等邊 跟我們剛才玩的一樣 對 為什麼是2cm 不是這條題目給我來嗎 Squade Base 這裡 一模一樣嗎 一模一樣 對 這些Paths都是這樣的 沒什麼創意的 開方3 紫色那條線就是開方3 不用太多說了 好了 但這次要計FETA 地下的線還沒計 地下的線是2 所以這次就是了 這個FETA和你剛才計的那條很相似 對嗎 那些PathsFETA又是差的 1998年 上剛才那條呢 2012年 加了多少年 1998到2012年 加了14年 又翻炒 就是 FETA又躲在同一個三文裡面 不過這次的題目當然 人家叫你計FETA 當然 跟剛才2012年 DXC那條題目 有一點不一樣的 這次需要跟Cos formula計 不需要 原因 你的FETA是怎樣來的呢 很明顯就是這個三文 斬開裡面 FETA over 2 FETA over 2 這個直角是 為甚麼 因為剛剛等腰三文 這樣就是這個三文走出來的 那 多了一句 既然2被人斬開了兩輪的話 等腰三文直接斬開 這些兩輪都是一日來的 所以FETA over 2 如果你有浪費去計算的話 應該是 其樂 但是 是 是 現場觀眾 這條椅子有多少 大聲一點 不要害羞 害羞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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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開 衣服 麻煩嗎 麻煩嗎 不麻煩的 告訴你 有多麻煩呢 當然 我再說多一點點 今天 今天呢都快要完 因為呢 其實我還沒說一件事 留下一次說 就是 Great Life with Greatest Note 最大斜樓線 其實玩Angle VG2 都差不多一樣 都是那句 就算我不 算我不 算我不教 我相信你都會的 應該 不知道呢 不如試一試一把common sense 現在大家一起來 喂 叫你墳北記的第十三項 看你懂不懂 看你懂不懂 我們考一考你的common sense 接下來 有兩條題目呢 就是考什麼呢 哪條線 跟ABCD平面 之間的角是最大的 很大 叫你墳北記的第十三項 對 我們加上這兩條MC 都不差再 好了 糟了 In the figure ABCDFGR it is a rectangular box 跟著有m 是要撕尾 我說撕尾 人家問你哪條線 跟ABCD平面 最大的角度 那就是 找線和平面的角度 我相信應該難不了你們 不過這次人家就問 哪條線 跟平面之間的角度 是最大的 那我還是說一句 這些題目 有機會都是考的 AG AH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長 喂 但我想問 你辦common sense 你猜想哪條線 之間的角度 跟平面 先想想 不要吃花生 你心裡有個答案 接著我告訴你 答案是什麼 不要吃花生 自己試想想 下面四條線 哪條線 跟平面之間的角度 是最大的 你什麼都不知道 最低限度 做什麼呢 今天教的東西 最低限度 先畫出來 例如AG 我AG AG跟平面的角度 AG B AG B 我畫得小一點 因為有四個三條線 我要畫的 A G 這邊 慢慢傳下來 A G 這個八 直筆 那條線是三 這個是A G 當然 你可能要計一計角度 但角度 我不計 原因 等一下你就知道 AH在哪 AH在大對角線 AH大對角線 當然 下面 下面條線 都是 對角線 如果AH的話 又是 我不多說 我畫直角三 A H C C 應該是直筆 H C 那又是 慢慢寫上 長度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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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在這裡 應該是 六的二次方 加八的二次方 我跳小步驟 這個是十 那 繼續下去 A G A G 當然 你們有沒有想過答我 是甚麼 A M 對立體空間 有沒有感覺 因為很多圖 對這些 3D 是沒有感覺的 哪一隻角最大 真的要計餐簿才知道 不過無所謂 如果真的計餐簿就算 M 我把下面是N 我畫平面圖 就算 N 然後地下 地下 地下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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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不知道怎麼計 很難計 我不知道怎麼計 4和6 4的二次方 加6的二次方 我不懂計 開放52 好像 這個是十 一邊都是十 那還有A X A X在哪 A X在這 中間這個位 但是我只可以說一句 如果你真的要弄成這樣 只知道哪條線 是最斜的話 其實很悲哀 撞更加悲哀 撞更加悲哀 說真的 嘩 這條地步呢 我怕今天都說不完 我下課呢 我就會說一下 怎樣 騰直角 讓你找到最長的對角 即是最斜的那條線 理論上呢 其實我們有技巧 首先呢 其實哪條線最斜呢 我想問一下 A X最斜的答案是 為什麼呢 你自己 畫完這四個三個型 自己慢慢想一想 下面那條一樣 我現在可以教你 教你怎麼想 但是不可以自己回家做 原因 下一堂我們會正式 殺入摺紙那些題目的了 你沒有這麼上空間的 的話呢 摺紙題目是會玩到它 飛起的 下課甚至乎呢 我會拿這些草稿子 叫你們去摺 因為呢 很多題目呢 接下來我們都是這樣的 沒有得計 就好像這條題目那樣 人家問你哪一隻角最大 我怎麼知道 算嗎 算嗎 沒得計 沒得計 因為你連這個高也不知道多少 LESSO LESSO 但是還是那句 有沒有同學可以 就這樣看一下圖 就知道哪一隻角最大呢 首先A和B呢 是一個angle between two points A和B呢 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剛剛也說過了 理論上A和B呢 這兩隻角一定是最大的了 我們算angle between two points 算是兩個平面之間 最大的角來的 相反 C和D 哪隻角小一點呢 看著圖呢 告訴你 C小一點 一看圖就知道了 是不是 D最小 有人說最小一點 這些呢 我們下一課就會慢慢講講 下次講這些的 下次真的 C呢 中間 因為A和B兩隻角是最大的 再說一次 我們算完的angle between two points 算出來就是兩個平面之間 最大的那隻角 那 所以呢 其實這條題目也是 如果你的概念夠好的話 你應該會發覺 為何能圈圈答案 我沒有圈錯 沒有 但當然我告訴你 原來在3D出的理論 有些題目真的不是太需要計 那 沒有圈圈 不要不太興奮 因為呢 今天我想說多一點點 希望你自己回家做 因為我們今天也遲了開始 所以給我多一點時間 給我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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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